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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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立刻放手 这样子才不会造成手部的受伤 其实我们在胃的时候有一个重点就是说 我们拿着草不能说我们去跟这个马匹做一个拉扯的动作对不对 对 因为如果有跟马匹做拉扯的动作呢 他会觉得你怎么不让他吃东西呢 反而会产生一种不悦的心情 那进而可能会造成就是游客的受伤 了解 其实这一匹马呢就是当初不小心咬伤男童的查尔 你可以说说就是查尔他其实已经十岁了嘛 他都一直是在这个牧场里面 他的个性还算温和是不是 对 他的个性其实很温和 而且并没有就是从以前到现在 都没有发生任何咬人的事件发生 了解 谢谢你 好了 可以听到其实这匹查尔呢 他的个性算是非常非常的温和 而且他待在这个马场里面 是从来都没有过任何的不良记录 但是那一天呢不小心就咬伤了男童的手指 而妈妈质疑的是说当下他的小朋友受了伤 但是身旁却没有任何一个工作人员可以协助他送医 是他自己把小朋友抱着 一路呢一边的呐喊一边找人来求救 当时他有遇到一名游客他问他说保健室到底在哪里 我们现在来实际走一遍 其实呢这个马场这里保健室并不远 当时这名妈妈她就抱着一个小财 一岁十一个月大 一路呢一直往行政中心的地方 一直奔跑 其实这一段路程 可以看到现在其实有非常多的小朋友 都在这边参加户外活动 这段路程其实并不长 只要到了这个路口呢 然后右转之后 就是这个行政中心了 走路呢其实根本也不需要一分钟的时间 但是他当时非常非常的慌张 来到这个行政中心里面是希望 有人可以给予他帮助 当时他就像现在这样子 开门走进这个行政中心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个行政中心里面 一进来是一个非常大的办公室 旁边都有人在作业 但是往这边走 往这边看 其实呢就可以看到这里呢 就是有一间医护中心的医护室 可以看到这里呢 其实除了病床 旁边有非常非常多的器具可以使用 但是这名爸妈质疑的地方是说 其实这里有非常非常多的器具 但是他带着小朋友来到这里 怎么会完全没有医护人员可以给予他协助 反而是他像我这样子翻枪倒柜 自己找出来纱布以及生理食言水 第一时间去帮忙小朋友包住手指头 但是其实远去这边也有另外的说法 我们来听一下 其实业者的说法是说 一定会有医护人员在场 只是当天刚好就不在办公室里面 你可以大概帮我们简单说一下 那时候的状况吗 首先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们感到很遗憾 那因为以前我们其实从来没有发生过 像这样的事情 那这件事情应该算是特例 那事情发生之后 其实是现场的人员有 赶快带小朋友还有带妈妈来这边 去做后面的处理 那我们现场人员也尽快的帮忙做 检疫的清创还有止血 那另外也赶快是打 就打电话给119 然后请119协助送到医院 那其实我们园区是只要有开源的时间 就一定会有医护人员在现场 那只是因为那时候我们的医护人员在现场忙碌 因为他全场其实也需要顾 那所以我们不会有医护人员 那时候是没有在 可是其实我们其他的人员 就是我们的员工 就是有固定的期间都会去做 检疫的那个包扎 或是施救的那些急救的一些的课程 所以在现场做检疫的那个处理是没有问题的 其实就算医护人员不在 我们现场其他的工作人员 也都是可以帮忙做简单的处理是这样的 是对是没有错的 那之后就是我们也很快速的把那个 妈妈跟小朋友送到医院之后 那我们也有在这段期间 给予一些慰问或是协助 那我们这边是希望就是在后续 如果有后续我们是 会尽全力的帮家人 就是尽快的把一些保险 或者是医疗的一些赔偿 就是我们会尽全力去协助去处理的 谢谢 好了可以听到其实像这么大的一个浦星农场 全园区有大约40公顷 但是呢里面配有一名医护人员 当时呢他其实应该是要在办公室里面 可是因为他有事情外出 所以人是正好不在办公室里面 而当时妈妈呢把小孩紧急抱到这边之后 是自己立刻止血 而其他旁边刚才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工作人员 也是立刻就帮忙打119报警 而农场这边也说会持续的协助 证明男童手指之后的恢复